哈囉大家好 我是皮靈寶 好久不見啦 各位 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王者之甲 到底有多麼多麼的兇殘嗎 好了 這是下面有一位觀眾留言到的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上了王者之甲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再把裝備全部拿掉 我們只用上了六星的沃爾末 是不是就可以基本上完全無視任何的傷害 把關卡全部給突破呢 那這邊的原因是為什麼 主要是測返行動啦 絕密切聽可以進階為測返行動 累積測返時讓敵人撤出戰鬥 好啦 那我這邊就把裝備全部都給他拔掉了 那我就帶著一隻寵物給他出去 沒有 我把寵物也給他拿下來好了 好啦 那我這邊也把寵物給他拿下來了 只帶著我們的沃爾末本身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說到底還是會選到一些武器啦 但是那些武器呢 其實也是 要叫必備嗎 好啦 我會選一些基本的東西就好 該選的還是會選一下啦 那我們就直接挑一關來打吧 一樣我們就直接上第91關來感受一下 聽說很像100關要出了對不對 好啦 在只有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活得下去嗎 其實這個問題最難最難的地方就是 我們要怎麼在一開始 升級我們的絕密切聽 因為一開始的絕密切聽 他沒有任何的攻擊 對 而且他只有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這樣子玩起來 這樣會不會有點太難 對吧 以狀況而言應該是OK啦 但是我要把絕密切聽升到滿的話 很像我還是得選這種東西喔 有一點強的東西還是得選一下 但是我的傷害確實是低了非常非常多 我只把王者之甲給他拿出來 因為我現在把王者之甲拿出來 我沒有辦法擊殺怪物 我沒有辦法擊殺怪物的話 他不會累積他的無敵時間 所以這沒有辦法 我還是前面要選一些其他的東西 才有辦法給他扛得住 順便可以稍微的瞄一下我們的傷害 很像是他的防禦會降 對啊 如果我在選上昨天那一套的話 就是用王者之甲加上毀滅灰激的話 破壞灰激的話 我其實應該選的是沃爾末 應該才會是最強 因為畢竟傷害已經沒必要再弄上去 而且沃爾末本身也扯到一個爆炸 有啦他有說他的層數會變高 你看現在53嘛 應該是非常非常肉眼能夠看得出來的 可是要看到第二層 等一下還是蠻難看的 好吧 至少我們現在多了一個無人機 可以幫忙的稍微處理一下 我們最後最後再把那個 欸沒有不是最後 我盡快的把那個東西拿出來 把那個東西拿出來之後 應該就完全無敵了 剩下就是王的部分要怎麼處理 如果王也不能撤反的話 其實蠻危險 應該說我要做的事情是前五分鐘 我前五分鐘要稍微活下去 因為後五分鐘才會 喔唷我有經驗值耶 不然先增加苦 後五分鐘才會讓我們的王者之甲 無限的持續下去 以怪物的數量而言 好啦雷電發射器還是要給他需要一下 就期待可以靠著側反行動 讓我們的王者之甲可以累積 只要能夠這樣子的話 王者之甲也太強了 真的我連裝備都不需要 對吧 這通關到無極限了我覺得 我剛看到暴擊五百多個啊 對對對對對對對 我忘記現在是K級的傷害 哇這傷害差了這樣一百倍 天啊 7 哎唷王 有一點小危險啊老實說 燃燒坪嗎 還是我們選個持續時間 其實這些人這樣都還好 速度吧 我想是把那個無人機給他升上去 對我還是想給他升上去 說沒有裝備其實也不太可能 除非他一開始就給我一個紅武 如果一開始就給我一個紅武的話 或許還有那個機會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應該有一點難啦 不然就是要看每日挑戰了 如果每日挑戰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單純用那個武器就給他通關呢 好賈賀人發鐵 你給我這些回血我不需要 那我們就經驗池吧 這真的行嗎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最終的攻擊應該是範圍吧 對因為我們的範圍越大 我們的側反行動的範圍 是不是會跟著變大呢 慢慢來慢慢來 前兩分鐘 其實這一開始還蠻痛苦的 而且我等一下怎麼打王 等一下 我總覺得我這個打王要打很久 失草來襲 救 沒事沒事不急不急 其實前面等級應該算快 只是因為傷害真的差太多 感覺這個是可以達成的 但是前面有點難熬 呃...雷電 只要我能夠把他升上去應該就好多了 不然的話給我那個應該也不錯 先吃個磁鐵 而且我等一下變成亡靈狀態的話 我的傷害還會上升一點點 而且其實我升級的話也會增加我的補血量 呃...一個爆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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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可以嗎 哇...其實蠻不行的 喔...再一個能量快 吸 吃個肉 讓我回到這個遊戲最一開始的樣子 有一點感覺 有內衛了啦 有內衛了 哇...想要黑到黑色無人機喔 給我黑色無人機應該會很嗨 十一 十二 哇...又是苦無 不然你給我苦無先上去也不錯啦 終究還是要先有一個超五 簡單說這就是在示範一個 如果我今天傷害不夠的情況下 然後配上沃爾末六... 我都沃爾末六星了 傷害會不夠嗎 講著講著突然就不太可能 一個角色都到六星了 我覺得那個傷害應該不太可能會不夠 因為這一定是強制沃爾末六星嘛對不對 就看看未來關卡怎麼辦喔 十二 BOSS 連那隻小兵都還沒處理掉耶 哇...完了...喔...他會直接爆掉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可是沒有辦法測反行動耶 好...經驗值先給他上去 哇...我看這要打到什麼時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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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不會反彈吧 不會反彈就沒事 欸會咧 好啦這邊我稍微加速一下 我們把它處理掉一下 好我們這邊廢了千辛萬苦 終於把那隻王給處理掉了 但是我這邊有一點小危險 就是我已經死掉兩次了 我突然覺得這一套很像會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我現在看到他的第二層 是變成橘色耶 哇...這個炸彈還沒有辦法把它炸死耶 真的假的 才是第二層而已 已經這麼硬了嗎 然後因為剛剛在掛怪的時候 有不小心升級了一下 然後最後一波我們還是把它拿起來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變成無人機 有必要難度完成這副德性嗎 呃...苦無... 我苦無都快升超無了耶 好啦至少給我一個超無 讓我有點傷害 不然前期傷害實在太低 完全不行 活不下去 有金的 有...哇...不給 不給就是不給 沒事沒事沒事 呃...足球速度 足球 多一個傷害是一個傷害 哇...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真的是蠻崩潰的 好想要單純就直接給我一個測反行動 不會只是想要測試而已嘛對不對 啊...無人機 多一點點 怎麼突然覺得怪物的血量我已經打不死了 完全沒有辦法處理了 如果這個時候不靠測反行動 還有辦法嗎 這還能過嗎 被咬了好多血 哇...直接幽靈 啊...完了 啊...這一波下去 應該不是吧 哇靠...等一下...真的假的 我以為... 不是吧...真的假的 只要... 欸我現在只要死掉就結束喔 這30秒的時間 對啊... 啊...因為足球的關係吧 是不是因為足球 沒有啊...足球其實也沒有很痛啊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活下去了 然後我們只要在升一級測反行動拿出來了 然後順便可以驗證看看 這到底是行還是不行 哇...你給我... 好啦好啦...先拿一個 至少... 我覺得應該也沒有多影響啦 對對對...等一下測反行動拿出來了 應該感覺就不一樣了 可是我覺得可能王處理不掉欸真的 我覺得王可能沒有辦法喔 21...而且怪物絕對要一直過來 如果怪物是不會過來的話 我這邊也會完蛋 對對對...絕對是怪物一直黏著我的 如果怪物是不會黏著我的 那我傷害也不夠 你看只要怪物黏著我 我們的傷害勉勉強強還可以撐住那個時間點 有沒有辦法再給我一個 如果到時候連王都可以測反掉 然後我們這個也扛得住的話 然後我們要扛到下一波 那會很high喔 可是我覺得30秒內應該沒辦法把他測反掉吧 25...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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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反行動 可能嗎 可能嗎 有啦怪物還是會默默的往後退 可是那個後退的感覺很像沒有很多 欸對很像沒有很多很像沒有很多 24...而且我的時間慢慢的在減少了 剩下22秒 難不成這都是因為 撤反行動的關係嗎 20秒 不對不對 撤反 很像不會累積我們的... 不行 他不會累積他不會累積 要不然就是現在怪物還太少 可是應該不會才對啊 這個時候的怪物... 真的耶 16...有變多一點點 我現在在吃什麼有用嗎 我在吃這些有用嗎 15秒 17秒 那應該是怪物不夠多 怪物不夠多 你說撤反嘛 很像其實沒有累積到上去 17 怪物再多一點 拜託 怪物再多怪物再多 不然就打快一點 欸 足球足球 我好想要吃肉去延長時間喔 可是也不行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光靠撤反 不夠不夠不夠 真的不夠真的不夠真的不夠 還是說其實怪物是到我旁邊才被撤反的 Boss來襲 哇完了完了完了 17秒我覺得沒有辦法把他撤反掉耶 應該是沒有辦法 王蟹 有累積啦 有累積啦 但是這個狀況我覺得30秒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們應該傷害也要夠 啊傷害夠那撤反行動就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這等於是 不行 欸對 我還有一次復活 我還可以再復活一次 來來來來 至少我們先把這隻王蟹掉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順便讓他撤反掉 可是我覺得應該蠻難的 我以為我已經沒了耶 原來我還有一次機會 稍微閃一下好了 這速度好慢啊 好慢啊 行嗎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傷害有在剋 還是說我都 欸他會自己往下降耶 所以他一定要在這個範圍內才可以耶 哇 哇我爆了 好啦最後30秒 我只希望他能夠把王給撤反掉 對對對應該是有機會喔 我的傷害應該是不夠這20秒的時間 反而可以把王給弄死了 然後王死還會掉東西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幫自己的東西滑下去呢 10分鐘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想說不能上片的說 有沒有想說啊 看起來沒什麼喔 不算了不算了 結果這個情況下 有沒有機會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在傷害不夠的情況下 我們用復活的方式給他凹過去 除了前面有點危險 剩下最後的7秒鐘6秒鐘 不行這個撤反的速度很像不夠快 完完全全不行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拉不起來 怪物的數量也不夠 到最後的1秒鐘 除非還可以再復活一次 可是沒有辦法 直接倒掉 欸不行 不能這樣玩不能這樣玩 光靠撤反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傷害也還是要夠 才可以搭配王者 對啊傷害時還是要夠還是要夠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傷害的話 光靠著撤反 是沒有辦法讓王者給他無限上綱的 蛤有一點可惜啦 有一點可惜 有一點可惜 我覺得應該是 那個什麼 撤反應該也是可以累加的 沒有錯 只不過那個撤反值累積的速度 可能不夠快 還是要靠著我們的傷害去打 可是這樣也很怪啊 那其實應該是怪物速度不夠多 怪物不夠多 當怪物數量夠多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了對不對 應該就可以了 只不過 活不到那個時候 有一點硬 真的有一點硬 但是我覺得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邊一個讚呢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這一套 我會覺得不如就單純用這一隻啦 對用這一隻 你說撤反跟王者能不能用呢 反正能用也不會這樣子用 正常的話都會配裝備 那等於是王撤反行動的這個撤反 很像其實也變得沒有那麼的有意義 主要的話還是在他的增傷的部分 主要還是他增傷跟減傷的部分 給他扛住這樣子 OK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21 拜拜 1